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姓名播客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来跟你谈一谈台湾不是弃子 台湾的前途会越来越好 这个话题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立法院院会昨天通过了 由国民党党团所提的两项公决案 这两项提案是诉求说 政府应该要请求美国协助来抵抗中共 以及应该要以美国跟中华民国恢复邦交 作为我们的国家目标 好 那这两项提案呢 它由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亲中反美的国民党提出 这个背后当然有复杂的政治意涵 有许多人认为说 这个根本是冲着 现在外交部长吴钊燮 他在上个月接受美国媒体访问 他当时讲说台湾不会寻求跟美国建交 以及台湾会自己来保卫自己 不会依赖美国等等这些谈话而来 国民党显然认为他们提出这个提案可以拆穿民进党亲美反中的西洋镜 那同时也用来洗刷所谓的国民党亲中反美的这样一个形象 好 这个提案提出来也通过了以后 那么我们先看到通过的程序 因为民进党也没有反对 所以最后是无意通过的 那同时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他回应说 现阶段的台美关系最重要的还是一步一脚印 持续深化包括国防经贸政治等各项领域的实质合作关系 很明显这是在刻意的回避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攻势 而行政院长苏贞昌他则说国民党终于良心发现 那这是冷嘲热讽的一番 但是大陆的国台办显然是更加的警觉 那么国台办发言人昨天晚上在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 国民党是这么说的 说国民党有关人等要明辨是非 不要做出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以及和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有违背的事情 那么这个话当然带有警告的意味 倒是前总统李登辉的办公室主任苏志诚 他昨天因为出席一个新书发表会 那么他在致辞的时候提到说 看到立法院通过这样的一个提案 是要把我们的命运交给远在天边的人来协防我们 他问说为什么现在的政治人物做得出来这样的事情 他甚至说如果李登辉在天之灵 知道这个事情那一定会说 你冲什么你们在做什么 那么明显他表达是一个不以为然 说认为这是在儿戏国家大忌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正在日本访问的 美国国务卿潘佩奥他在接受日美访问 被问到说如果中共武力犯台 美方是不是会协访的时候呢 潘佩奥这么说 他说美国将采取一切的行动 来缓解区域的紧张情势 当然这个话讲的也是有点朦胧 但是他强调说 做事中国的行为并非正确答案 所以不论是对台湾或日本 美国一直是安全保障上的一个伙伴 你怎么去解读潘佩奥的讲话 这可以说跟我们立法院通过的这个提案 一样都是有多种反应 一个提案有多种反应 一个讲话有多种反应 这些当然都反映出 台湾在面对中国的威胁 还有美国的可能角色的时候呢 那么是处于一个非常复杂又特殊的一个状况 这个原因是跟台湾的地理位置有关 台湾因为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 就在东亚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前沿 一方面我们享有地缘政治的优势 所以从1949年之后能够生存到今天 但是呢也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当大国的角力之下台湾就会受到高度的挤压 这个时候台湾人就会出现一种矛盾的情节 比如说我们被列强边缘化 而且是一致边缘化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台湾就会感叹 台湾人的命运好像弃子一样 但是呢当我们开始有机会受到国际重视 当然背后原因可能是国际情势发生变化 这个时候呢我们又担心自己会沦里为国际霸权棋子 下棋的棋 这样的一种矛盾的情节 坦白说就是台湾特殊的地缘政治底下的一种典型的写照 其实要讲到棋子 台湾沦为棋子 放弃的棋 这早在1971年 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而在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 之后呢台湾更成为国际孤儿 而这个是过去40年来美中交往政策之下 台湾不得不面对的国际现实 但是呢大家也看到这两年国际情势发生了变化 美国对中国从交往改为采取防备压制 甚至围堵的政策 一旦在美中这架构松动了之后 台湾的国际处境坦白说 大家都看到已经变得好转 但是呢就有人就会担心说 那台湾会不会变成美国的棋子 于是呢整天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盲目相信美国 否则哪一天我们会死得很惨 好那美国到底可不可靠 从过往的历史来看 美国当然不是那么可靠 美国在很多国家 包括越南包括伊朗 包括很多很多的例子 都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是不可靠 甚至当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时候 在台湾刚刚1949年的时候呢 都曾经被美国出卖过 这是美国 但是呢话说回来 美国再怎么不可靠 对台湾来讲 总比对岸的中国来的可靠 因为一个是从1950年之后 就一直在帮助台湾 而一个呢是随时啊 想把台湾给捅走 那么台湾人心知肚明啊 美国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话说回来啊 美国再怎么的比中国可靠啊 台湾还是需要防范 在美中博弈的过程当中啊 被当成了棋子啊 我们命运没有办法操之再挤 那怎么办呢 这个就需要建立自己的信心 因为只要自己足够强大 我们不但不会成为别人的棋子啊 甚至呢还可以成为下棋的棋手啊 我们不免来稍微回顾一下啊 那么已经过了三分之三的这一年了 2020啊 台湾的确非常的不一样啊 我们的防疫做得非常的成功 成为全球的标杆啊 这使得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大增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 那不仅如此啊 这一年来我们还看到 美国的科技国家队都来台湾了 大家也看到了 微软来了 思科来了 美光来了 亚马逊也来了 那么高通啊 在台湾成立总部 脸书在台湾成立办公室 苹果在桃园的龙潭啊 设立了新世代显示器工厂 在台湾已经拥有两个资料中心的Google呢 又在云林买下一大片土地 准备设立第三个资料中心 前面讲的这些都是美国的世界性的科技品牌 他们都选择进入台湾啊 那么你问到说台湾到底安不安全 难道这一些高科技公司啊 在来台湾之前他们不会去问美国政府 不会去问国务院同样的问题说 那台湾到底安不安全呢 好 其实不止美国啊 包括欧洲的德国的巴斯夫集团啊 他们在台中成立了研究中心 荷兰的半导体供应商 艾斯摩尔 艾斯摩尔在台南成立技术培训中心啊 而苏尼跟很多的日本厂商准备把大部分的订单移转给台湾的台积电 这些国际大厂在进行跨国投资之前啊难道不会经过审慎的安全评估啊 那么欧洲越来越多国家他们的半导体供应店准备要进驻台湾啊 最近甚至在台湾举办的一个供应店合作会谈 如果他们不看好台湾 或者甚至说他们很担心台湾的安危 那么他们难道是盲目的来台湾把钱不当钱的一回事吗 更不用说我们自己的台积电啊 现在是提前进度啊 进入了两二奈米的量产 在新竹宝山要增建四个大厂 每个厂的投资都是一百二十多亿美金啊 然后他们准备进驻高雄来投资啊 现在呢台积电啊又宣布会在台中来投资布局啊 这样大手笔的投资啊 台积电大家要知道台积电的持股啊 外资占了七八成啊 那么他难道不需要对他的股东负责 他难道是头壳坏掉吗 那么你去试想一个状况啊 如果两岸真的台湾的情势现在真的很危急 如果中国敢对台湾动武啊 那么万一影响到台积电的产品交货期 影响到那么多在台湾投资的美国的高科技业 欧洲的高科技业 那牵动的就是一个全球科技业的大震荡啊 那么万一导致啊 这些大国都拿不到台积电的晶片 让ESMO的这个运作没办法正常 让所有美国的这些科技厂商都束手无策 难道他们不会动员他们的国家的政府来对中国进行反制跟制裁啊 而这一些我们所看到的眼前的现实 中国难道没看到吗 那中国在面对台湾的情势的时候 他不会把这些问题也考虑进去吗 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说 有些人到现在天天还是在唱衰台湾啊 说什么解放军打过来台湾不到一天就投降 但是我们看看最敏感的资本市场啊 根本不是这样的反应啊 这几年热钱跟投资啊不断的涌入台湾 台湾的股市已经突破了历史的新高点 而且高点之后一直都很稳定啊 那么台币兑美元的汇率已经升破了29块钱 台湾的房地产呢也是从北到南一片兴旺啊 去年的9月到今天为止 北台湾的房地产推案总共超过700亿元 现在连台南啊都因为台积电进驻南科啊 当地房地产出现了几十年来未有的一个盛况啊 如果台湾真的像一些人讲的这么样的兵凶战围 那应当是股市崩盘 台币暴跌房地产乏人问津 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啊 但实际状况根本不是这样子啊 那所以呢我想我们可以回顾啊 过去这一年来两岸的情势啊 看起来是很诡诀啊 因为中共的军机船舰不断的来扰台啊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美军啊 对台湾台海进行了两千多次的抵禁侦查啊 在从10月24号开始的美日力舰联合军演 那么即将举行 现在连加拿大都会派兵参加啊 那么预计会有五万名军力啊 来投入到这个演习当中 甚至呢还会出动美国最神秘的太空军跟网络军来参演啊 那综合以上来看的话 你来问到说 那么台湾是到底哪里不安全啊 事实上呢有些人认为啊 台湾不但一点都不危险 而且台湾即将进入最美好的年代啊 当然我们或许也不能够这么乐观 因为国际情势啊 还在变化当中 特别是美国总统大选啊 11月就要举行 可能还有很多的变数啊 但是我想在鲁顿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的台湾不但不是兵凶战危啊 而且呢正在随着国际情势的演变啊 一步一步的展现价值跟自信啊 我们应该很有自豪的讲说啊 我们不但不是弃子啊 我们也不会成为别人的棋子 只要我们内部团结建立自信 我们甚至可以成为下棋的棋手 在翻云覆雨的国际情势当中 找到对台湾最为有利的落子的一个位置啊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跟您谈的啊 台湾不是弃子啊 台湾的未来是越来越好 那么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回